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研究明天開羅日的9月1日第六場賽事 這場賽事未講馬之前先講一下形勢 葉楚行有兩隻新馬,不知道什麼頭什麼 有些吸手馬,已經是有些不明因素 但是鬥志好的馬又沒有視精神,奮鬥同心 家應精英,陽光大地 還有一隻未見隨時都產入來的愛天滿 還有一隻治好的齊齊髮 這幾隻馬都是有機會的 我自己覺得還有一隻轉倉的特省 剛剛六班跑過一場,只是輸過第五 不過配沈娜就比較窄 我想跟大家看一條武士精神和奮鬥同心的視集片 看他們跑就沒意思了 只有五十七秒多,五十六秒多時間就不是十分出色 現在武士精神第一,奮鬥同心第二 今天有份出的馬都有三元迷路 銀城福星,紅圖機會 不是紅圖機會,老友威威 最重要是留意這兩隻和日三元迷路 看一條武士精神 那隻武士精神六檔 奮鬥同心,奮鬥同心一檔 一個莫雷拉一個潘盾 六檔這隻武士精神 一出閘的時候,不停捱少少 但也出得很快 一檔奮鬥同心 但現在的腳看上去 都是出一隻正腳 都是蠻有力的 但是奮鬥同心的腳 比較急密一點 大家最後可以看看腳步 武士精神的腳 現在出左腳看上去還是有力的 但是奮鬥同心還是出正腳 但是奮鬥同心還是出正腳 這隻很甜產 那隻美麗甜心 但是再看看 看到這裡 你看到那隻武士精神 我看到他的腳好像 前面湧快了之後 步速就慢了下來 反而奮鬥同心轉了腳之後 雖然潘盾也是拉著姜誠 但是奮鬥同心好像輕鬆一點 好像輕鬆一點 三年蜜路就湧上來 既然這場馬 我自己覺得 就算你看到 武士精神 56.7 57.8 56.7 57.8 你看到奮鬥同心 都是57.56 其實分別不大 分別不大 你看到那隻家應精英上季 一出就即勝 健康是有小小事的 一出即勝那場 就贏什麼馬呢 就是 就是贏這個好理前 更好世界 寶山英就過福草 贏馬 其實後面那些對手 就不是太好 海天滿那天就退出了 那我就想看齊齊發那天 就輸給那隻 武士精神 就是我介紹給大家 大難滿那一場 就跑過第四 那我自己覺得 今天這一場馬 如果你要 簡單的話 買法我想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買 先講一下線路 有一邊線路有六隻 有一邊線路有三隻 有一邊線路有兩隻 葉楚行也有兩隻 是新馬來的 不知道他是龍還是蟲 初大配備的 有表馬 齊齊發 特醒是徐磅利 奮鬥同心 就帶回這個 這個 那個叫做什麼 CP1 是什麼 看一看 好像 防CP 對 楊無面酷 這個就帶這個 被酷 那我自己覺得 那貨集來說 我覺得奮鬥同心 那貨集好像會好一點 很少喔 今天整理的檔位 也比武士精神好多喔 但是武士精神呢 鬥志就一流的 所以真的很難取捨 真的很難取捨 那如果你說 你不要武士精神的 你想收連贏位 是不是這麼容易有錢收呢 就真的很難說 那不如呢 這一場呢 就用一個特別的買法 買四連環 我就拿二一雙膽拖 二一雙膽拖 這隻 第一件事 我要回一隻齊齊發 先 由羅虎泉 過到去啊 啊 鄭鎮偉那裡 是沒有停過功夫的 除了跑千二大外 當我叫他不用買那場之外 他還是沒有停過功夫再試襲 一會兒再講神操吧 另外要選擇那隻 陽光大地都經常產進來的 那你買四連環 你拿得一二做膽的呢 你一定希望產一些冷腳的 那就是陽光大地啦 齊齊發啦 另外我再選一隻 我就可能 我可能不會選家應精英 因為走進來都沒有錢分的 我拖一隻奇妙日 拖這三隻 奇妙日是大量流血的 真的拖一拖 三駐飛去拖一拖 講回神操啦 武士精神 潘頓 試過閘的 停過十日課 另外奮鬥童生莫雷拉試過閘的 停了十多天的 各能呢 去摸過這隻西夏之王 沒有試閘的 就摸過的 那四號 這隻家應精英 楊明倫呢 去試過閘的 就沒什麼停工夫的 那五號呢 這隻陽光大地 就 陳家熙有試過閘的 不過停過貨的 六號的突省 就 舌欣、沈娜都摸過的 沒有試閘的 那終之舌欣就沒有騎 舌欣又騎了愛添勝 就沈娜就騎了 那就 七號的愛添勝 六月十五號 不良於行 就退出了 然後六月十五號 停到七月一號 就舌欣呢 就試過貨閘的 就停過兩次功夫 就曾經不良於行 齊齊發呢 就 蔡明嘯 就 梁家駿走去試過閘 等一下 等一下 齊齊發是幾號 八號 八號 就梁家駿走去試過閘 梁家駿走去試過閘 梁家駿走去試過閘 梁家駿就沒有騎 就騎了炮子彈 就轉了蔡明嘯 就搓戴眼罩 那天地橋福 洪旺那些都有試閘的 天地橋福 就是九號 九號 九號 就希爾森有試過閘 然後就轉了蘇迪熊騎 那希爾森呢 就沒有馬騎 就換蘇迪熊騎了 十號 九號的洪旺 洪旺 洪旺 就是梁家駿試閘 那梁家駿試過 愛添盛 八號 試過齊齊發 還有 九號的洪旺 就騎了炮子彈 梁家駿試過三隻馬 那麽 就錶錶馬 就試過很多貨集 但是 每隻都沒有東西看 還有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 在4月12號 閹完出來 就閹完出來 4月12號 就不知好得回味 今天初大眼罩 炮子彈 剛才梁家駿有兩隻試過閘 其實都沒有騎 就是炮子彈 炮子彈 就是新馬插班 初出第一次對舊馬 看看奇妙日 奇妙日 上次轉去業楚行 那天 就走到外蕩回來 就不斷在這裡退 轉彎的時候已經退 排過12位 他的傷患紀錄 就是7月12號 就被人跑完那場之後 7月3號 就有大量血液 大量血液 但是就7月3號 大家看看 7月3號 就休到7月30號 之後 就做一些慢功夫 慢功夫 後來 就找田太安仔 試回一部閘 就沒什麼看的 全程都沒什麼看的 我又不是很看時間 不看成的 就覺得他22、23 基本水準 接著 莫尼瑪斯也繼續有摸著 再跳回一段 現在還是有些改變了 我不要陽光大地 因為我忘記了 原來停了幾天 11號那裡就不要了 因為他停了幾天 就可能讓他第一次 一次 以一雙膽拖 8號 13號 愛回家應精英 這樣也沒辦法 要回家應精英 如果不要家應精英的話 要不就愛添聖簡 但還是不要了 這一場我建議買四連環 四連環 二一雙膽拖 8號 4號 13號 即是奮鬥同心 武士精神雙膽拖 8號的齊齊法 4號的家應精英 13號的奇妙日 就替他爆懶 另外我自己會補多一注 單位置Q 單Q 就2號 13號 即是博直奇妙日 就跑直路賽 不用轉彎 上季他是12檔 拖了他12檔 跑到一半就可能爆光 不斷退 這隻轉彎馬 看看阿廟 因為我上季都拍過 很多阿廟的馬 都說他轉彎馬 很快都可以搞得到 只有一隻 南掌天下 到現在都未搞得到 變成這一注票 我就不想省了 就先買一些下去 為什麼不選武士精神 做拖了13號呢 我覺得第一 就奮鬥同心的膽 即是13檔就會比較好些 大家的時間交出來都差不多 而果課集 我自己覺得奮鬥同心 就好像輕鬆一些 加上如果賠率來計的話 我相信奮鬥同心的賠率 就會比武士精神好 所以我就這樣選 這條片呢 就是五主飛就搞定了 我也不明白師兄 為什麼有個師兄 就說我要選六隻馬 七隻馬 大哥 我說選膽的 沒有聽的就不要說 那我第一條片呢 就是四連環 二號一號雙膽 拖八號 我看看有沒有說錯 奮鬥同心膽 武士精神雙膽 四連環 雙膽拖 八號的齊齊發 四號的家應精英 十三號的奇妙日 又冷又熱 互穿 另外補多一條單Q 單位置Q 還有二號的奮鬥同心 搭十三號 搏他轉倉 好檔位 田坦安有試襲 希望阿妙的轉倉馬 交出水準的奇妙日 這一場就是我提供的五主飛 如果你只買位置Q 二十三的話 四主飛都可以 如果你說 四連環 兩膽三腳的 就是三主飛 加多一條 二號十三號單Q單位置Q 都是五主飛 為什麼我會這樣投注呢 我想解釋一下 因為有兩隻馬是新馬 第一有兩隻馬是新馬 第二 第二鬥志鮮明的馬 武士精神 奮鬥同心 一出即勝的家應精英 陽光大地一千是很厲害的馬 整天後上的產也有來的 還有一隻愛天滿 上次只不過是退出了 其實他一千都可以的 還有一隻 在羅庫泉 不知道二百多倍一轉去 鄭俊惠那裏 只剩下三十倍 我就叫大家買 然後那天就跑過第四 今天再加上眼罩而來 暑假是沒停過功夫的 差不多是密密做 所以一定要拖回這隻馬 暫時我就是這樣選 因為我都未看賠率 未看勝 這一場馬呢 第六場 希望各位都贏多些 我都覺得因為這場馬有兩隻新馬 有這麼多神力馬 你要選一條Q 一二Q的一定沒有錢分的 一四Q也不會好分得去哪 那倒不如搏下冷門打主意 搏下大彩池四連環 四重彩 另外搏一條單Q 只是搏秒日奇妙日 搏他健康好回 還有呢 上次只不過是撿十二檔 輕輕發活谷 就跑到一半 爆肝 就這樣退 看看他今季初出 會不會健康好回 那這條片就是 是我的介紹 五珠飛就完成了 看看好不好運 就算怎樣都好 剛剛季初的話 都是看著馬去跑 希望大家多贏多些 多謝 拜拜 拜拜